We're leaving in a time where global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s never being more important 在黏膜的表皮嗨幾下,拿分秘密 每个样本每日分几次 送到位于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的临时气膜火眼实验室 进行2019冠状病毒病核酸检测 市民的样本就会送到火眼实验室里面做检测 到底这个实验室里面是怎样的呢? 一起进去看看吧 进去主场之前要去到实验室内部 就会穿好全套保护衣 这个位置去看就可以见到全场16个气膜仓 因为是充气的形式 所以搭建的速度都挺快的 而香港这个是规模全球最大的 工作人员每一轮工作就要8个小时 那么在每个班次上的话大概是有200名队员 这里边总共有大概600名队员参与到这样一个检测的工作当中 跟我们支援核酸队 再加上华盛的员工 一起去根据香港的标准去做培训 因为我们这个检测是Bio Safety Level 2的检测 里面是一个负压的系统 就可以防止假如有病毒或者气体洩漏 不会洩漏到外面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工作情况 里面的同事都可以看到外面的一个情况 临时气膜实验室已经通过评估 符合为政府提供2019冠状病毒检测要求 我们在下面的话是人样本和物品是分开进行流动的 所有人员都走楼梯上来 然后样本是坐电梯上来 货物也是坐另外一部单独的电梯运送到我们这个活源的现场 这个就是我们做样本接收和取样的一个区域 样本送过来之后经过消毒 跟着就会在那边高温灭活的病毒 要将这些病毒去彻底杀死它 之后呢就做记录样本 我们的这个实验室它在不同的实验分区之间 它是通过这个传递窗来传递我们的这些物品 那传递窗它单向开启能够保证各个实验区域之间相互独立 不会造成相互之间的影响 跟着由中间传递窗传过去做一个RNA提取的过程 我们在做新冠核酸检测的过程中会有个核酸提取的过程 但是我们提取的目标是RNA并不是DNA 在我们的这个第二个仓的核酸提取里面 就用到了我们国产的自动化提取设备 我们这个可以一次做192个样的 配合了我们一些这样的全自动化的提取机 做RNA提取 提取完之后呢成功过QC呢 我就去做这个RT-PCR的 我们的日检测能力目前最大的已经是达到了日日 单管20多万万一或者五万一可以提高至30到50万个一个检测水平 TES在香港做的 所以这个绝对是没有说将这些DNA送了回去哪里 这个问题 华大这个试剂是美国FDA 欧盟的CE包括WHO 日本澳洲加拿大都承认的 现在180个国家都用着 包括美国英国都用着 所以我们都对这个事势非常有信心 因为我们本地公司 我们按香港和CAP的法例 我们很严格遵守个人CN的信息安全 我身后看到一排高压美景波 就是检测 样品检测结果后 如果是阴性样本的话 我们会在高压美景波在121度 美景30分钟 那么最后的确认是交给香港的卫生署这边去确认的 非常感谢 我们是一定永远记住 这是香港的抗议过程里的 由你们这一批这么优秀的人员 为我们做了这个很艰巨的工作 所以我对大家真的是表示充全的感谢 谢谢你们 林郑月娥呼吁史曼 人把握机会参与检测 保障自己及他人健康 补及社区检测计划 张建宗在网接话 截至昨晚10点 接受採用类人数超过166万 161万多个样本完成检测 检测中心减小时57间 明天最后一天 呼吁未参与的市民把握机会参加 我们齐心结成回首抗议 香港一定得 社数开议 香港一定是 为自己为家人为香港 请参加冠状病毒保险检测 为自己为家人为香港 请参加冠状病毒保险检测 为自己为家人为香港 请参加冠状病毒保险检测 大 atenő力保险检测 thank you 再一次